蒙德城外的提米为什么一直守着鸽子 上课 鸽子鸭子小孩子 作为一个日常任务 却只有20%的玩家完成了后续的隐藏线路 很多旅行者甚至到了60级都还没能拿到成就 所以今天富贵就给大家讲讲 这个上古悬案级别的任务 第一天提米会让我们去喂鸭子 如果我们选择当个好人 没有击杀鸭子就完成任务的话 便能够在第二天的日常里接到后续的任务 鸽子习惯一去不回 牵犬阵的杜拉夫会拜托我们去寻找走失的鸽子 而这个地方又会出现分支了 你可以选择赶走鸽子让他们去送信 抑或是杀掉鸽子返回交差 不过后者杜拉夫就会开始阴阳你 然后打发你去送信了 不过这两种情况都无法触碰真正的结局 只有当你跟随指引 发现鸽子已经被一群秋秋人抓走熬汤之后 才能够找到地上那封杜拉夫写给修女葛瑞斯的信 而在信中已经隐隐约约透露出了一件 对提米来说充满了悲伤的事实 将信交换给杜拉夫后 第三天便会接到最后一个任务 一个男孩的去信 修女葛瑞斯会告诉你所有的真相 原来提米的父亲和杜拉夫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然而在他们的一次狩猎中 提米的父亲身受重伤 即使修女出手 也依旧没能挺过来 从此之后 杜拉夫便怀着对提米的愧疚回到了侵权镇 而修女葛瑞斯则收养了提米 他们遵从了提米父亲死前的遗愿 掩盖了真相 只是告诉提米 他的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 如果有空的话 一定会用信鸽寄信给他 这也就是为什么提米会日复一日地站在蒙德城门口 守候着这群鸽子的原因了 因为他守候的不仅仅是鸽子 还有那一封来自父亲的 再也不可能寄出的信 就像他说的那样 鸽子一旦飞走了 万一有一天会像爸爸一样 再也不回来了呢 不过实验证明啊 鸽子就算是被噶了 第二天还是会飞回来了 而富贵我今天的情肉还没有着落 所以对不起了提米 拜拜 拜拜